人的生存和发展 依赖健康和谐的生态环境 人与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 只有维护生态平衡 保护野生动物 才能建设好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 重返大自然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同时对于整个救援行动 也是一个极大挑战 当时外面的气温应该是33度吧 但是这个33度 我感觉跟城市的33度不一样 它是阳光直射在你身上的 然后伴随着这个海风稍微一刮 我感觉皮肤都刺痛的 晒的 所以就像我们人一样 那我们温度很烫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学н 比领偏然 就是这个脸 就是这种工具 对我再闭上 那它的 我们首先 지난个月 我来问对方衬 接触了 温度很高 很烫 就已经用烫字可以来形容了 所以当时我们就想了一个 很土的办法 就是在它身上不停地泼水 保持它这一个降温 然后保持它一个湿度 不然在它身上不停地泼水 海水就是说引过来 更大的那个水量了 因为我们这样一盆一盆的 还是很缓慢的了 不能长时间维持 只能我只能维持个六七个小时左右 人也要累 那个鱼肯定也受不了 太阳只会像我们早上过去的 太阳只会越来越毒拉在现场 那其他的状况 我们还有一切都未知 这个维持不了 这都是临时的一个办法 那最主要的就是 早点让这个鲸鱼回到大海里面 当时说实在话 我并不认为救活的纪律很大 但是我觉得 就这样子的十几条 在你面前 你如果不去救一下 不去努力一下 不去把它拼一下 你会觉得是一件非常 遗憾的一件事情 你马上你就想着 怎么去投入工作 怎么去把它救援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再考虑说 救得活救不活 我救了再说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包括我在现场的时候 大家都是这样的想法 我们不知道 它这样子的作用 到底会有多少呢 但是我知道 我一旦停下 它肯定就 可能就没命 你如果不停下 我还有救回来的希望 十五头亚洲象群进入了云南玉西俄山县城 并在鹅山县城民房附近徘徊 发现这一情况后 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持续用无人机 对象群实施勘察跟踪 及时向连纸汇报 象群最新活动线索 就是说无人机应用这一块 我们主要去侦察的都是一些静态的火场 地形 然后我们可能看到了一些山脉一些地形 可能按照这个火 风向等等的 可能还好判断一些 但是追踪这个火体 象群 这个还是第一次 就是他这个象群嘛 他很自主 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比如他行进的路线啊 他有到达的区域 这些都是不可知的 所以说我们那时候也比较缺乏经验 对于任务的性质所即将面临的困难 都不是太了解 所以说那时候的压力非常大 经过多次磨合后 监测队的队员们进入轮换模式 分组队北夷亚洲象群 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 最开始监测的任务时候 其实我和我的队员其实都非常兴奋 他真的就见到野生象了 他不是动物园里光着的 他就跟你跟他的动物园光着起来 他就很明显地去 他在野外他会更有活力 他会更聪明你会发现 而且他会表现出来 很多一些动物园里看不见的 就比如说他上山下坡 下坡的时候他就像滑滑梯一样的 他天气热然会给自己喷吐 或者是会拿这种 就比如说有蚊虫了 他这种大象 他会拿着这种揪一把这种树叶 给小象上蚊子 这个他的整个的一个作息时间 他的这个路线的选择 什么时候进食 什么时候玩耍 这个睡觉的时候会找什么样的地势 等等的一些 都有了一些全新的认识 这个呢也是我们平时监测的时候 的观察到的一些东西 然后可能在现场 这个有些东西不太了解 我们以后回到指挥部 跟这个相关的教授专家了解 慢慢的这种沟通 然后促成了我们对象的进一步了解认识 相群进入密林后 很容易失去踪迹 为了有效追踪与监测 监测队的队员们 一边了解大象的生活习性 一边关注着相群的种种举动 当时呢因为我们是两个机组轮换 我们大概十点钟的时候就要交班了 因为那天下雨 后面我们队伍这个交换 我们的那个机组人员 可能来的就比较晚一点 当时呢我也是操作无人机上去 这个把相群的位置最后再定一下 然后下来以后呢方便我们交班 这样的话我们下一组人才好找 就在这次雨天换班的间隙 监测队队员们拍下了一个 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喜的画面 当时我也是操作这个飞机飞过去 飞到这个相群这个正上班的位置 我进的这个往下一打 然后当时就看到这个 先是看到一个大画面 就是所有相群在这个躺倒睡觉 然后呢我就调整的角度 然后稍微把这个镜头拉近了一点 刚好就看到这个相群 就是整齐睡觉的那个 就是他头头朝一个方向 完了卷着鼻子 卷着腿 就感觉特别整齐 特别有规律 看上去也特别萌 特别可爱 就看到的那个画面 当时看到还是比较感慨的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见 像我家就是云南的 可能在野相谷也见到过 但是就是像这种睡觉的画面 我个人还是第一次 当时拍到这个画面 都有点刷新的我对象的认知 我们以前可能都觉得像 肯定跟其他的什么马呀 这些动物一样的 可能是站着睡觉的 那天呢真是看到那个画面 就特别的感慨 那是那个相群集体睡觉 有规律的一个画面 然后我在这个 因为他睡的时候 他有一部分是在一块 有规律的睡 他还分了一个小团体 在另外一边 我再把镜头这个再转过去的时候 刚好又看到一个特别温馨的画面 就是那个三头母像 把那个小象围在中间睡觉的画面 然后这个可能过了一二十秒的样子吧 中间的小象就醒了 然后两个前腿就往外张扬 扬着鼻子想往外爬 但是呢母像还是给他护在中间 这个保护意识特别强 就可能害怕他 就是独自出去可能不安全 然后还是我私私地把它围在中间 整个画面是看着 这个大象跟我们人类的母亲一样 特别有母爱 连睡觉都把他的小象护得好好的 他这种航拍画面呢 就被我第一时间给传播出去 然后才引发了这么 这个全民观象的热潮 大家才开始注意到这个事情 然后当天晚上 就有很多媒体记者朋友 联系我们说是 想要更多的一些大象的资料 用空中的眼睛 无人机来搜寻和牵测大象 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 承担起了追象人的角色 画面中象群们聚集在一起 睡得正香 一头小象伸了伸懒腰 蹬了蹬腿 踩中了身旁熟睡大象的脸和鼻子 小象睡梦中蹬鼻子上脸的画面 让人忍俊不禁 这15头大象 一时间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各国媒体竞相报道 关心象群动态 成了很多人难得的欢乐时刻 但是云南一线工作人员的内心 却十分焦虑 因为当时这个象群 它北上的这个行进速度是很快的 第一个是地形和这个道路 都在有利 第二个是这个沿路都没有什么阻挡 没有其他的人为的一些引导啊 这些的 然后它就一直往北走 然后中间 也穿过了好几个村庄 继续来追踪 云南野象群一路北迁的最新情况 象群渡过了玉溪大河来到北岸 为引导象群远离市区向反方向移动 检方指挥部严防死守 对象群可能进入玉溪市区的道路方向 进行了封堵 以避免象群进入市区 造成不必要的人像冲突 目前野象群的位置虽然远离了玉溪市区 但是在它的前方 再向北就是昆明市的辖区 而目前它距离昆明市静宁区只有几公里了 他们接下来还会向哪方面走 会去昆明吗 昆明又是否做好了准备呢 十五头大象不断向北移动 行至昆明市静宁区双河相识 象群与昆明 只有一步之遥 逐渐接近了人口稠密的地区 形势愈发紧张 在我到达现场的时候 还有九头呢 就是还有生命体征 在贪图的这个大概是一公里长的这个贪图的范图 是以三个点 这三个点呢全是人 然后三个点呢都在努力地打那个简易的这样棚 相关呢大家呢都是贪图上面挖水坑 然后想让他们泡在这个水坑里面 其实现场的采取的这些措施呢都是正确的 也是得到了这个专家的印证的 当时在现场的话有我们余政的公安的 还有现场热心的群众 那么后续呢 还有很多的部门 包括咱们海警的 消防的 以及印记局协调的这些民间救援机构 都陆陆续续都到达了现场 当时在等专家的时候 主要就是交集 在专家来之前的话 当时我们主要是有两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能否让他 就是现场回归大海 那么第二个方案就是 我们就是用这个船 就是他们先上岸 金头人生物先上岸 上岸以后到我们的余政船上 我们到再给他进行一个防御 专家大概是十点钟不到他们到了 还没到的时候呢 有车辆发生一些堵塞 当时现场就是大家都很焦急 包括专家也在说等不了了 我们自己跑过去吧 车门刚开他们两个已经跑得 跑得是飞快 那么等到救援的开展 就是他骑水以后 通过仔细的观察 以及那天下午 台州 宁波 温州 杭州 还有这些四季的专家呢 共同确认 这个应该叫刮头金 刮头金的话 从我们自己在海上执法的 这个工作来看 基本上没遇到 我们有遇到过海豚 遇到过江豚 还有也看到过海狮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过刮头金 刮头金这个情况比较少见 专家给我解答 实际上不单单是我国 全世界对于刮头金的研究 都是非常稀缺的 仅有夏威夷那边 曾经有做过 两个专项的研究 不过这两个研究 一个只是他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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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石 第二个也就是 他生活的一个区域 这样非常表现的一个研究 然后其他的方面 我们对他们来说 可谓是一无所知 看完线的时候感觉还好 心里比我想象的 肯定要好很多 跟网上比 确实是好很多 状态是好很多 但是这时候我又想想 整体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我第一步是 就是教完他们所有的护理之后 然后马上就对他 进入一个体温的一个检测 看到体温怎么样 因为在太阳暴晒 还有一个温度很高之前 然后看看这个体温是不是升高 如果体温高的话 肯定有问题 当时他这个水温没有循环的 就是说没有新水补进去 没有新的海水补进去 在太阳暴晒下面呢 水温降不下来 就是我们这两位专家呢 他们呢已经查看到 第三个点了 然后马上跑过去 跟他们会合 然后我说情况怎么样 然后他说呢 就是说现场情况还好 他说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转移 在近33度的高温下 九头鲸鱼已经搁浅两个小时 处于严重的脱水状态 由于海水退潮 现场无法放生 救援行动必须与时间赛跑 尽快将鲸鱼转移救治 但是如何在短时间内 转移这些 重达数百公斤的庞然大物呢 当野生亚洲象群 进入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时 工作组面临一个 急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引导象群 避开人口稠密的地区 这群象呢 它本身的攻击力并不弱 只是说象群里面的 右象很多 右象呢有三头 因此呢它选择呢 还是尽量地避免 跟人正面接触 因为正面接触 它对象本身也是一个危险 特别我们在野外呢 对这种带幼崽的这种象群 我们尤其要注意 它的攻击 实际上它为了保护幼崽呢 往往会主动它的发动攻击 所以说本身是很危险的 然后当时也是投石 在道路上进行投石 包括一些车辆 封堵了这个 它继续往北和往东 有可能会去到昆明 或者是静宁区的 主城区的这个道路 通过沿路投石和车辆封堵 象群向昆明方向移动的速度 明显减缓了 就在人们以为问题即将解决时 一个始料未及的情况出现了 通过监测队的无人机镜头 大家发现象群中一头大象 竟然独自离群 以非常快的速度 在附近村庄间游走 独象离群之前 其实我们就已经监测 发现它有很强的这种趋势 和这种想法 就是它会单独活动 比如说象群在田地里边的时候 象群已经走远了 它继续在田地里边 在泥巴里边打滚 或者是吃东西 包括象群经过了这个村庄的时候 它会趁着象群走远了以后 自己返回到村庄里边去偷东西吃 就是它整个其实是 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 它还是往东边跑 往人多的地方跑 自己走了以后 它沿着公路 我们当时很清楚地记得 还拍了照 拍了视频 它沿着公路自己就走了 和象群是完全是反方向的 然后当时象群在高粱地村的侧面这个山上 也就是赖家新村对面的这个山牙和山澳里边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它在等待这个独像返回 或者是试图跟它有些交流沟通 就是在这一块绿线这块区域上它来回活动 和专家了解到它其实实际上他们会用刺身波 或者是用脚底踩出来的这种地波 这种的震动来进行一个沟通一个通信 这个黄色的线路就是代表独像 它单独活动的一条线路 就是从线路上看得出来 独像离群了以后 其实它是没有规律的 它的活动和移动是没有规律的 它就是吃到哪儿玩到哪儿 然后这群像才开始就是给我们感觉是 它放弃这个独像了 然后开始自己单独活动 然后这个时候呢 包括舆论 包括这个政府的这个防控压力是比较大的了 一时间似乎所有问题都出现了 即将进入市区的像群 肇事风险高的独像 监测预警和安全防范的难度顺时增大 持续降雨降温 可供取食的自然植被减少 短期内很难找到适宜的栖息地 而这一切 仅仅是这次任务中万千困难的开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